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颜值高才华骚的不正经的小说家 很高兴我跟大家见面了 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咱们今天的主题 在《斗罗大陆》系列作品的第三部中 深渊未免想要吞噬斗罗大陆来升级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起入侵战争 深渊未免总共有108层 每一层都有一个帝王 最普通的都有封号斗罗的实力 而强大的甚至能媲美神灵 今天咱们就来盘点下 斗罗大陆的十大深渊帝王 第十名 天牛帝君 天牛帝君是守护天牛一族的组长 同时也是深渊圣军的坐骑 实力在准神级别 守护天牛本身的战斗力不强 但是他的飞行速度快 再加上防御力强悍 所以是深渊大军中的主力军 负责保护其他深渊生物 第九名 黑帝 黑帝是黑黄一族的组长 拥有半神级别的实力 黑帝的长相跟人类女孩差不多 全身覆盖着黑色的皮衣 背后有一对黑色的翅膀 如果单单只看外貌的话 绝对能算得上是一位绝世美女 但是他的实力却能媲美 穿上四字斗铠的极限斗落 第八名 风帝 风帝是深渊炸弹风族的组长 这个种族的个人战斗力不是很强 但是数量很多 军战的时候可以发挥出恐怖的杀伤力 风帝也是人形的样子 但是他的眼睛很大 通过这对眼睛 风帝能控制族军中任何一只深渊炸弹风 第七名 画帝 画帝的本体跟人类差不多 但是他的身高超过了两米五 长得一身 强壮的肌肉 还有一对能够变形的手臂 画帝能够通过手臂变化成任何武器 不管是长剑还是镰刀都可以 还能拥有部分变形武器的威能 第六名 智帝 智帝是智者一族的帝王 拥有非常强大的控制能力 在深渊卫面 他是第一控制强者 他还有一个分割战场的能力 在这个战场中 只能进行一对一的对决 只有当一方死亡之后 才能结束这个战场 除了这个外 智帝还有控制其他深渊种族力量 所以就算是实力比他强的帝王 也不愿意招惹他 由于视频长度的影响 剩下的五个帝王将在下个视频中出现 小伙伴们觉得谁能夺得榜首呢